新竹地檢署偵辦首宗為外企徵中資 入侵新竹縣朱北市 臺原科技園區挖角案 檢方發現深圳一家電子公司 以僑外資的名義 由人頭擔任負責人 在臺灣設立公司 再以高薪利誘挖角 臺灣高科技研發人才 將研發的成果回流中國 而三名被告徵訊之後交保 目前全案正在擴大偵辦 調查局人員將資料一箱箱打包帶回 因為檢方接獲情資 發現中國深圳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規避投審會的審查 竟然以偽外資的手法 用日商名義由人頭擔任負責人 在竹北的臺原科學園區設立 銅鏡公司來挖角臺灣的高科技人才 從事寬頻無線通訊產品 並將研發成果傳回中國 涉嫌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全案還在深入追查當中 檢方是在六號兵分三路搜索三個處 所傳喚進二十人到案 並查扣相關的證物 進漏頁偵訊認為涉案的丁南 蕭南臨難犯罪嫌疑重大 不過無積壓的必要 預知交保新台幣十萬元二十萬元 學者表示就在中國最大晶圓代工廠中心 國際被美國商務部列入禁售令 制裁黑名單後 導致中國電子科技產業深受打擊 新竹是全世界半導體生產設計重鎮 因此中方就會利用各種方式 以高薪利用挖角國內高科技的研發人才 過去國內就有不少員工因而跳槽 檢方表示本案是手中 偵破中資在臺原科技園區設點 並偽裝為外企挖角人才案件 為了有效遏止中國竊取我商業秘密 惡意挖角人才犯罪行為 新竹檢方將持續加強偵辦相關的案件 記者為陳立峰特別新竹報道